各位企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道初级的首巾题目 本题黑仙如何救出被困的三角形的三颗子 初看之下 似乎黑棋只有两棋 而外围的白棋非常的厚实 看起来黑棋无计可施 如果黑棋只是简单的挣扎几下 并没有任何的作用 尝不出棋来 那么白棋随时可以打持将黑棋吃住 所以这样的下法不行 可能很多初级的棋友 在碰到这样棋形的时候就放弃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 白棋这个棋形是有缺陷的 第一 白棋这两颗子只有两棋 第二 上方白棋存在了一个断点 第三 外围的黑棋非常厚实 尤其二路跳的这颗子至关重要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黑棋首先要做的第一步是延棋 因为现在黑棋只有两棋 被白棋叫吃事先手 黑棋受不了 那么这个地方延棋的手段 就是淤行团在此处 利用白棋两颗子气紧的弱点 用倒扑逼迫白棋联络 如此一来黑棋变成了三棋 那么下一步棋 白棋唯一的弱点就是这个断 注意这一带不要搬 这个被白棋断掉之后 你再去断白棋就直接受气了 所以黑棋闭着眼睛断在上方 这样双方形成对杀 看起来白棋可以打吃 吃掉这颗子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经典的 大头鬼的手筋 黑棋先立一下是要点 白棋吃 黑棋再断 白棋提 黑棋扑一下 也是不容错过的锦棋好手 之后再打吃 到现在想必各位棋友隐然看清楚 此时黑棋一般 白棋只有两棋 外围黑棋的这颗子 发挥了作用 白棋再断 黑棋将白棋吃住就可以 所以这道题目的难度并不大 但是这个手段 是实战当中的基本手筋 大头鬼的棋行 希望各位入门的棋友 能够熟练掌握 这道题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感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